那么在这个清代前期和后来的洋务运动期间 那么各种矿场之所以会出现完全官办的 官商合办的 官渡商办的 或者完全商办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同的这种经营方式 或者不同的这种所有制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清一色的 完全都是官办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多种经营方式 那么这个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当时的清政府 他在主观上希望完全官办 那么清政府当然希望 一切都是由政府来包办 完全由这个官办 但是清政府的 他的自身的力量又达不到 那么清政府 既希望把整个民间的资本 都置于自己的这种监管和控制之下 但是事实上呢 又不能够完全做得到 是吧 不能够随其所愿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同层次的 不同形式的这种经营方式 那么就是清政府 既希望把民间资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但是实际上又做不到的 这么一种矛盾的心理的一种反应 那么也就是说 在整个清代 包括洋务运动当中 那么官府并不能够完全的控制工商 那么工商呢 也不可能 或者说更无力去对抗官府 官和商始终是处在一种 既互相依存 要官商结合 进行某种这个活动 是吧 那么既互相依存 同时呢又相互矛盾的这么一个关系当中 那么至于讲到这些洋务企业 采取怎么样的一种经营方式 或者说他们之间是一种 怎么样的一种官商关系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取决于清政府 对于商人的这种控制的程度 那么在这个封建社会当中 那么人们更要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官府对于企业的这种态度 官商之间的关系 很多时候完全是以君主个人 或者封建统治基金的 他的个人的好物为转移的 他是没有任何这个法律的保护的 是吧 不像到了这个近代 或者说像西方资本里的国家那样 他有什么这种商业法 有这个商律的保护 那么在封建社会当中呢 完全是以这个君主 以官府的啊 这种主观的好物为转移的 那么对于这一点 早期的改良思想家 那么这个郑观英 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制度之下 既无商律 亦无宪法 没有商法 也没有宪法 所以因此这个商民的利益呢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保护 那么各个股东 对于这个封建官府 实在是呢 无辱之和 没有办法 那么说官商关系 出在一个什么关系当中 是没有一个法律的保护的 没有一个法律的框 一个框架去约束的 完全以这个封建官府 是吧 他的一些主观上的一些作为 他们的一个主观的好物 以这个为转移的 那么在这个洋务运动当中 已经新办的这个矿场 既可以由原来的这个官办 官商合办 转变为商办 那么也可以从原来的这个民办 或者商办 转变为官办 那么这个在洋务运动当中呢 是这个 这种势力应该说还是不少 你比方讲这个云南的铜矿 原来呢 是由这个普通的商民 自己可以 这个筹集一些资金 来进行开采 那么但是到了后来 到了康熙年 就做了一个改变 改变成了什么呢 改变成官为经理 私有常客 那么官府开始介入 这个云南铜矿的这种开采 那么后来又变成什么呢 变成收铜归本 官自授 就说 这个云南铜业的 这种开采 从最初的 由这个民间资本 商人筹资进行开采 叫做听人取协 他在这种官办的色彩 到了后来 就是越来越浓厚 那么另外 像直立的 有一个磁州煤矿 这个磁州煤矿呢 原来呢 也是由这个普通老百姓 来自己筹集资本 来进行开采的 他的史料 就是这样讲的 说原来呢 是由这个小民自备工本开采 就是普通老百姓 就可以开采 是吧 商人 是吧 只要有钱 你可以筹集资本 那么可以开采 这个磁州煤矿 那么但是到了1875年 经过了李鸿章的奏情 那么就把这个直立的磁州煤矿 改变成了清政府的一个 官办的一个煤矿 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讲在洋务运动当中 是吧 一些企业可以从官办 官都商办 转变为完全的商办 那么也可以把一些 原来是商办的 转变为这个官办 就是洋务运当中 官和商之间的关系 它怎么样转化 怎么样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那么就一般的情况而言 那么我在这讲 是讲整个洋务运动当中的 这些洋务企业 而不是就其中某一个企业 来做具体分析 那么就一般情况而言 清政府对于工商企业的 某些扶植 某些这个保护的政策 是吧 采取这个官商合办 或者完全商办的形式 那么它是呢 为了对这些企业进行控制 进行利用 是一种无形的 一种潜在的经济规律 在起作用的一个结果 它为什么要扶持啊 为什么要采取 完全商办的形式啊 是吧 那么它是为了对这些企业 那么加以利用 或者是加以控制 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需要 是一种经济规律 在起作用 而清政府对于工商企业的 这种压抑 这种盘剥 是吧 它要采取官办的这种形式 要采取官商办的形式 很明显 它是为了加强对这些 对这些企业的这种控制 那么这个呢 是封建官府的 它的一种阶级本性 在起作用 它就不完全是一种经济规律 起作用 是吧 而是它的一种 这个封建官府 这种阶级本性 在起作用 那么在这个清政府的 这个洋务运动当中 或者是清政府的 前期的矿场政策当中 对于商民的这种鼓励 扶持 与压抑和盘剥 是封建官府 和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 他们在政治上 经济上 这种关系的 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讲什么呢 是封建官府 从工商资产阶级 他们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的一种关系 那么这种关系 既可以以扶持保护的 这种形式出现 那么同时又可以 以这种剥削 盘剥压抑的形式出现 那么这是我讲到的 在洋务运动当中的官和商之间 是处于一种怎么样的 一种关系当中 下面我们接着讲 洋务运动的第四个问题 那么第四个问题呢 准备讲一下洋务运动 通顽固派的争论 那么我们凡是学习 这个中国近代史 或者学习这个洋务运动的人呢 那么都知道 这个在洋务运动期间 洋务派和顽固派 围绕着几个问题 那都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你比如讲 是不是需要 这个办这个 这种天文算学馆 那么这个是不是需要 采用机器开采矿山 是不是要修建铁路 是不是要造船 造军舰 是吧 那么在一系列问题上 顽固派和洋务派 都产生了一个激烈的争论 那么顽固派 攻击洋务派 说你们这个兴办 这个天文算学馆 是失事宜人 是向宜人学习 是用仪变相 那么对洋务派进行批评 那么顽固派 又批评洋务派 说你们采用这个机器开采 各种煤矿 开采铁矿 说这样做 就会破坏啊 这个风水 断绝地脉 是吧 就容易呢 使这个地利益尽 洞老山空 万造无烟 有事有为可虑 就是洋务派 你才有机器 来开矿山 是吧 来这个开这个煤矿铁矿 就会使得什么呢 地利益尽 把这个地下的宝藏都挖空了 地利益尽 洞老山空 是吧 把山都挖的 进入山洞 就这样做呀 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 为什么 他们说 因为你这个用机器开采矿山 会破坏风水 而且会破坏到 或者说 或者说影响到 一些杰出人才的这种孕育 他认为你把这个 天地这个精华也都破坏了 这个当地就很难出现这种杰出的人才 就会导致什么呢 某一个地区 如果大量的开采这种矿山 就会使这些地区 这个人文 是吧 这个人才就出现 就会出现困难 很多人就是考试 就不能够 能够 不能够得住 很难再有什么举人 近视 这种杰出人才的这种出现 就会出现这种家族不忘的这种情况 那么当时洋物派 就用一些事实 对于顽固派这种理论 进行了这种批评 进行了反驳 那么他们就讲 说你比如说湖南 说湖南铁矿多在宝庆 煤矿多在恒州 说湖南的地方 像宝庆 像恒州 它都有这种煤矿 有铁矿 说而科名人物 以二郡为独胜 虽然这个宝庆 这个恒州 有煤矿 有铁矿 那么都进行开采 但是这些地方 他们有很多人 照样是吧 来种科举 照样有很多人注农进士 这二郡 为独胜 这两个郡 这两个地方 他种科举的人反而更多 那么他还讲 说湘潭产煤 说世家巨族多出其地 这个湘潭这个地方 这个盛产的煤矿 那么很多这个有名望的大族 那么都出现在这个湘潭 是吧 说湘潮产煤 无处无知 功名绝路 游城即盛 他是讲什么呢 说湖南这个地方 虽然有很多地方都产煤 是吧 都进行开采这个煤矿 开采铁矿 但是这些地方 他们有很多家族 都是非常兴旺的 就是反驳这个顽固派 所讲的 是吧 这个地方 如果进行开采煤矿 开采铁矿 那么就会导致呢 人文的这种沮丧 人文的这种 这种发展 那么另外顽固派 还攻击洋务派 他们修建铁路 那么这个顽固派 在攻击洋务派 修建铁路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是从所谓的 国际民生来立论的 他们讲 说修建铁路 就会呢 毁田扰民 临战资敌 夺民生计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修建铁路 对于整个国际民生 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但是也有一些人 也有些封建顽固派 他们是从什么呢 是从地利风水说 从这个角度 对于洋务派进行了批评 或者说是重拾 清政府前期的 在矿场政策当中 或者说清政府前期 在开采矿场的时候 那所谓的地利风水说 你比方讲 在这个洋务运动当中 有一个监察御史 叫做文海 文海他就认为什么呢 说修建铁路 他必然要骚扰沿途的 这个百姓 使这个百姓 要迁移他的这种坟墓 会毁坏他的田地 和这个房舍 会毁田炉 说这样做的结果呢 必将呢 干天地之和 促生灵之命 他讲的这几个字 是什么意思 所谓干天地之和 促生灵之命 就是说修铁路 他会破坏自然界的这种平衡 是吧 就会使得什么呢 导致出现这种自然灾害 像地震呢 天旱呢 或者烙灾呀 会导致这种自然灾害 那么这样呢 就会危及整个人类 或者整个动物界 植物界的 他的一种和谐的一种发展 就会导致呢 人们这个生命的 这么一种 对人们这个生命 或者生存造成一种危害 那么他们是利用这种 地利风水说 反对洋物派的修建铁路 那么还有一个人 叫做何福坤 这也是一个监察御史 这个何福坤这讲 说这个修建铁路之后 这个火车呀 咱们沿途一走 是吧 他所过之处 那么这个这个 机器轰鸣 是吧 那么声音非常大 他说这样做的话呢 就会呢 阵力舒长 于地脉不无损伤 这个火车一过 是像打雷的一样 声音非常大 叫做阵力舒长 就是对人们这个震动啊 那非常大 这样呢 于地脉不无损伤 就会损伤这个地脉 他们甚至也甚至讲 那么北京在1888年 为什么会发生地震 他说1888年 北京发生地震 就是由于清政府 兴建铁路的一个结果 那么1888年 北京发生了一个地震 有的地方呢 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开裂 或者这个塌陷 那么他认为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由于洋务派 修建了从蓄恶庄 是吧 到那个这个煤厂的 这么一个铁路 导致了北京的地震 破坏了 当时这个地脉 是吧 那么这是当时一些 封建的这个官府当中 这些御史严官 是吧 那么批评清政府 兴建 或者批评这个洋务派 兴建这个铁路 会导致很多这种自然灾害 那么除了这个 清政府内部这些 御史严官之外 是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人叫做刘 刘锡坤 刘锡洪 那么刘锡洪 他曾经出使过英国 也曾经出使过德国 那么刘锡洪 他居然挖空心思 为这个反对修建铁路 提出了诸多的理由 提出哪些理由 那么他讲 说修建铁路 不可行者八 有不可行的 有八个方面 不可行者八 无利者八 有害者九 提出了诸多的 反对修建铁路的理由 那么他其中讲的 第三个不可行 是讲什么呢 他是讲这样 他说西方各个国家 都是西奉天主教的 那么他们不知道 有山川之神 他们不懂 各个山 名山大川 还有什么山神 有河神 不知道有山川之神 那么因此 他们在修建铁路的时候 只要遇到一些 高山峻岭的一些阻隔 怎么办呢 就会用炸药 叫做焚石而裂之 洞川山府如成雀 什么呢 就是他们遇到高山 就用炸药 是吧 开凿这个铁路隧道 是吧 把这个山给炸开 炸开一个洞 是吧 从中修着这个铁路隧道 通过去 这个铁路隧道 有的时候 是吧 那么这个长数里 甚至长数十里 这样就会破坏 这个地脉 说这个西方国家 反正是遇到江河湖海的时候 修铁路怎么办呢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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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